小小佳琪好,我们讲2013年的AMC8的第11题, 这T的祖父,官帕是爷爷,或者是外公, 他用他的trade mail,trade mail就是走步机, 走路的那个,传送带的那种走路机, 就是每周那种三天,而且他每天呢,走两个mile, 那他一共要走六个mile一周, 在星期一呢,他的是jug,是慢跑, 每小时,每小时五mile,五英里速度慢跑, 然后在星期三呢,在星期一, 在星期三呢,他是走,是每小时三英里的走, 然后在星期五呢,他是jug,三五, 他呢,是每小时四mile的运动, 他说如果是,他这爷爷呢,每天的, 每次呢,都是按四mile每小时的速度去运动的话, 那他可以少用多长时间, 就是少用多少分钟,那我们看啊, 那他原来呢,是用多少分钟, 那就是,原来是应该是五分之, 二除以,二是距离, 除以五呢,是他走的时间, 那第二,星期三呢, 就应该,二除以三, 星期五呢,是二除以四, 这除完以后是小时, 那我们乘六十呢,就是他的分钟数, 那他如果是,每天都走四呢, 他实际上一共走六mile除四呢, 这是,这个数再乘六十呢, 就是他,按每天四mile, 每小时的方式走的, 是用的时间, 那他来着差呢,就是省出来的时间, 挺差的时间, 那我们来算一下是得多少啊, 这个呢, 是,他的公约数应该是六十, 那点是六十, 那上面呢,这就是三十, 啊,不对,乘十二, 应该二十四, 这个呢,是乘二十, 那就是四十, 这个呢,要乘十五, 加一个三十, 然后乘六十, 那时候六十就可以约掉了, 这一面呢, 应该是乘十五以后变六十, 上面乘十五到九十, 乘六十, 所以约掉, 啊,就等于, 这相加是七十, 七十, 加二十四呢, 是九十四, 减九十, 每四, 就是说他, 每周呢, 是一扫, 扫用他那个走路机呢, 四, 四分钟, 说在2013年这个, 这个游园会, 这个fire就是游园会了, 大家都在去玩, 一个vendor, 就是卖东西的人, 他offer就是提供, 另外就是公平的special, 就是特价, sandals就是拖鞋, 拖鞋, 如果你买一双呢, 是五十块钱, 第二双呢, 是便宜, 百分之四十, 第三双呢, 是便宜一半, 这个J呢, 他就take advantage, 就利用这个呢, 特殊价呢, 他就买了三双这种拖鞋, 他问, 他这一百五十块钱, 他省了百分之几, 那我们看他省了个百分之几啊, 他一共是呢, 三双鞋一百五十块钱, 他第一双鞋呢, 是不省的, 是原价, 第二双鞋呢, 省百分之四十, 那就是五十乘上零点四, 第三双鞋呢, 是一半, 那就是五十乘上零点五, 这他省的钱, 那我们看, 那是二十加二十五, 除一百二十五, 等于四十五, 除一百二十五, 那五, 这个五是二十五, 这个是九, 这个变成一百呢, 这就变成三十六, 所以它是五, 二五一十五二十五, 五, 这是十, 不是九, 这是五, 五九四十五是九, 四九三十六, 好, 这俩写错, 这是一百五十, 这不是一百五十, 那是四十五比上一百五十, 那一约呢, 这是九, 这是三十, 再一约呢, 是三, 这点变十, 十一二代等于它便宜了百分之三十, 是币, 第十三题, 当C把他所有的成绩加一块, total就是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他把所有的成绩加在一起呢, 但是呢, inadventor就是不故意的, 意外的呢, reverse呢, 就是反了, 反过来的意思, 他把他的个位数和十位数弄反了, 那他说, 下面哪个数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正确结果, 就是说, 他原来比如说是AB, 现在呢, 他给写成BA了, 他问下面这个, 这一组数量的哪一个是不可能的, 他们来的差, 就是AB减BA的差, 那我们来看啊, 那, 他写上AB, 那实际上就应该写10A, 加B, 他写反了, 他就写成了, 10B加A, 那他来的差呢, 就等于10倍的, 就等于9A减9B, 就等于9倍的A减B, 所以是呢, 他来的差必须是9的倍数, 那在这里呢, 只有A45是9的倍数, 其余都不是9的倍数, 第14题, 在A呢, 有一个绿色, 一个红色的, 这是这里B呢, 一种糖豆, 就是一个绿的, 一个红的在手里头, 而B呢, 这是A, 而B的手里呢, 是一个绿的, 一个黄的, 和两个红的, 他每个人呢, 都随机的拿出一个, 给对方看, 那他的, 他说, 他颜色match, 就是配对的, 也就是相同了, match相同了, 这概率是多少, 那我看, 第一个人往外拿的概率, 拿呢, 就是有, 他可以有两种拿法, B呢, 有四种拿法, 而颜色相同呢, 如果是都是绿色呢, 有一种, 都是, 黄色, 是没有的, 都是, 都拿出红色的次数呢, 有三次, 应该是得, 八分之三, 答案应该是C, 第15题, 他说, 有这么几个等式, 问这个PRS的成绩是多少, 那我们要把它解出来, 就是3P呢, 就等于90, 减3的四次方, 那, 3, 90, 3的四次方是, 是81, 就是9乘9, 81, 所以等于9, 9呢, 是等于3的平方, 那P呢, 就等于2, 我们再看下一个呢, 2R呢, 就等于76, 减44, 等于, 32, 32呢, 是2的5次方, 就是4次方是16, 那是R呢, 就等于5, 那在最后一个呢, 6的S次方呢, 等于1421, 减去5的3次方, 525, 等于-125, 那我们看, 1421, 减去125, 多少, 是6, 这, 借了以后, 剩一个, 他再借, 这是9, 这些3, 3这2, 1, 那就等于1296, 那1296是6的多次方, 6的平方, 是36, 6的立方呢, 乘6呢, 是108, 那我们看, 108乘36, 68486, 38243, 然后108, 这是88, 这是614, 那这个太大了, 那就是108乘6呢, 6848, 6848, 6848, 648再乘6呢, 648乘6, 6840, 啊,不对 108 乘6 6848 这么说吧 6的平方乘6的平方 36乘36 36,36 66,36 36,18,21 36,18 10 这是1296 那实际上这一段应该是 等于6的4次方 那s呢 就等于4 那他们三个相乘呢,应该等于40 所以答案是b 第16题 他说在Fibonacci这个初宗呢 有一些学生呢 去参加 社区 community社区服务 项目 project 项目 然后他的 比例是8年级的 8年级对6年级呢 8年级对上6年级呢 是5比3 而8年级对上7年级呢 是8比5 而这是5比3 他问 最少有多少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 就是participation参加 或者参与 那我们以 以8年级作为base 作为基础来看 如果相同的话 5和8的公位数呢 是40 那如果5变成40呢 就算是8年级比6年级 比7年级比6年级 应该等于 也就是这个要乘8 底下的这个呢 就要7年级这个呢 就要乘5 因为这点 这个乘5 这个乘8 乘8 这个乘5 这还能保证比例不变 那就是8年级是40 那7年级呢 就是25 那6年级呢 38呢 就是24 而这三个 这三个数呢 是互相质数 就不能再约了 所以是呢 他们加一块 就是他们最少的 可能参加的人数 那就是9 大概是1 是89人 第17题 他六个连续整数的核是2013 那问最大的 这六个数中最大数是多少 那六个连续整数 为了方便计算呢 我们可以把最大的数当N 那 N-1 这是两个 N-2 N-3 N-4 N-5 这就是六个数 把他们全加在一起呢 他们就等于2013 那就是六 六个N呢 减15 等于2013 6N呢 等于2028 我看2028 除以6呢 是3618 22 3618 48 6848 所以是N的应该是338 在IU是这个一个立方米 一个立方尺的方块 砖块呢 去建一个长方形的Fault 这是城堡 这是12尺长 10尺宽 和5尺高 他问地面和 地面和墙都是1尺厚 那问需要多少块砖 这个城堡 content就是含有 就是由多少块砖 做成的 那我们就算一下墙和地面的体积吧 墙的体积应该是12 应该是12乘5 乘2 就是前后的 再加上 左右两边的墙呢 因为用掉了一个 墙的这个 宽度呢 应该是8 一面去掉了一尺 8乘5 乘2 那地面呢 就应该是8乘 这面里面的尺寸呢 应该是10 就是加上8乘10 我来算一下 60 这是120 这是40 那就是80 加80 那就是120呢 加160 那就是280 答应应该是B 第19题 B C H呢 讨论 最后一次数学成绩的 数学考试的成绩 结果 result 结果 H呢 把它的成绩呢 给 给B 看了 然后呢 也给C 看了 看完以后呢 B和C呢 都没有把它们的成绩 给给别人看 就是他们之间 互要没有给 没有给看 除了看C里外 B也不知道C 除了看H的 所以C说 M 他说我不是最 低的 那就是说 H比他高 他不是最低的 啊 不对 他比H高 就是他 他说他不是最低的 而B说呢 我不是最高的 那他就肯定比 H要低了 那 他们的 这三个女孩的 成绩 从最高 往最低 来排的话 那应该是这样 你看C HB C HB 答应该是D 第二十题 他一个 一乘二的 长方形的 内接于 内接于一个 半圆 而且呢 他的长边呢 是在直径上 就是直径 那就是 这么一个半圆 然后一个 这么一个长方形 它有长边 这是二乘一的 他问半圆的面积 是多少 那么来看 因为他是对称的 他这是一 那他这一半 那这个长 这个呢 就是根号二 那 半圆的半径呢 是根号二 那他面积呢 应该就是 根号二的 平方 π呢 再除以 因为他一半 再除以二 等于 二分之二π 你等于π 那他也应该是 那他应该是 那他应该是 那他应该是